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昨天的六州选举 进一步证实 绿朝继续发威 国盟甚至赢下了 巫统上阵的八成议席 正式取代巫统 成为马来人的政治首选 从双方阵营抢下的 这个议席看来 虽然西蒙国阵阵营 是稳住了原有的三个州政权 但是不但无法抢攻更多的马来票 还倒输了更多的马来选区 在马来选民占了近七成的 客观现实当中 那少了马来民意的政权 能够稳固吗 为了突破现有的困局 避免现有马来基本盘 受到强大马来民族主义 还有伊斯兰挂帅的国盟 进一步侵蚀 政策上讨好马来人 向右倾斜 这是安华接下来 唯一的选择吗 那在中选成绩 尘埃落定之后 不少的分析指出 在我国的政治现实里头 数字是关键 如果马来支持率一直减少 政权就岌岌可危 因此为了提高马来民意 抢夺马来选民的支持 安华别无他法 只能够在政策上向右倾 向马来民族主义靠拢 政治学者黄敬发认为 这次选举传达了一个 非常明显的讯息 那就是巫统的基层 被西蒙还有国盟 是切成两半 也就是说 原本西蒙是希望 要借助巫统的力量 来提升马来票 但是却事以愿违 巫统的票 不止没有成功的转移给西蒙 还流向了国盟 而国际伊斯兰大学 政治系副教授沙扎认为 对安华来说 他不可能放任 或者容许 他在马来社会里失去支持 因为这对任何一个 马来领袖来说 都不是一个妥当的选择 但政治学者潘永强 却认为 如果他选择往右倾的话 会让他陷入两难 因为安华的核心基本盘 是开明的马来人 还有非马来人 那这个群体呢 是稳住西蒙在雪州 还有槟城的核心力量 如果安华往右倾斜的话 将会流失原有的基本盘 这个选举结果 对安华是一个挫败 而且他是在短短的 八个月之内 连续遭遇两次挫败 就是他失去 马来人民意的支持 这对往后 他的政府的正当性 是有一定的冲击的 政治学者潘永强指出 马来选民对国盟的支持度 接近70% 这显示 安华和团结政府 失去了马来民意的支持 为了力挽马来选民的心 安华政府会不会开始往右倾 实施更多讨好 马来选民的政策呢 伊斯兰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莎莎认为 虽然安华政府 一直以开明 重视多元为主 但是在政治现实下 为了争取支持 他们唯有这么做 是正确的 是正确的 他们在社会的同样 如果他们没有 他们一定会失去 未来选民 人们会说 所以你们在想 未来选民 当然他们在想 未来选民 他们是政治人 你不能说 对 他们应该是 一个政治性 他们应该是 一个立场 如果他们是 中心的 就会 在中心的 是正确的 但是 什么意思呢 政治学者黄金发 和潘永强也都认为 安华可能会进一步 往马来民族主义靠拢 因为作为一位马来领袖 他无法漠视 强大的马来反对风潮 但是 他又面对两难 因为从周选的成绩看来 最后能够帮助西蒙 稳住政权的 还是非马来人选票 如果他往马来民族主义 靠拢妥协 他可能会流失基本盘 如果这个右倾是去到 越数 非马来人 或者说 则是非马来人 自由派的 生活方式 那个反弹就会很大 那反弹大的结果就是 安华会发现说 他左右为难 非马来人已经成为 西蒙的一个 最主要的 最核心的 基本票仓 可是如果 周选结束之后 安华在 他的方针上 还是继续的 往马来民族主义 靠拢或者是 不得罪 不触怒 右派的选民 他的基本团 还能够保持耐心多久 如果你要去级续 意味着 你会拒绝 什么过程 做的 什么过程 是诡论 全是诡论 在竞选 你能够赠票 但是在政府 在接下来 五年 你需要证据 你需要证据 所以我说 达兔斯里安娜 不会去级续 过程 工大政治学者 阿兹米·哈山认为 虽然团结政府 无法重夺 东海岸三州 在当地 甚至无法形成 强大的反对党 但其实 这是塞翁失马 因为这就能够 让选民 在四年后 为双方执政的州属 在发展的成绩单上 做一次对比 西蒙就必须让 国盟的选民看到 在他们执政的州属里 发展一些GDP 如何比国盟 执政的州属更好 公大政治学者阿兹米·哈山认为 真正能够挽回 马来选民的支持 同时又能够 稳住非马来人的基本盘 需要从政绩下手 那数据会说话 特别现在的周政权 更加壁垒分明之后 就能够通过各州的发展 国民生产总值 向支持国民的马来选民 发出一个讯号 告诉他们 怎么样的政府 才可以比较好 跟比较能够促进 经济发展 改善生活 而接下来 没有太大的选举活动 那因此 安法政府还有四年的时间 从经济上下手 扭转马来选民的心 请 mandates dictator伊犁 请勿订阅 任正 fij kom 后来